世界上曾有一座这样的城市。 它的总面积 顶多只有四个足球场那样大 但却建起了350栋楼 里面居住着 将近五万名的居民。 它是如此的拥挤 以至于阳光 永远都无法穿透它的小巷。 它是如此的恐怖 因为那是一座 连警察也搞不定的罪恶之城。 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是 印度孟买的达拉维贫民窟。 这里占地2.5平方公里 但却是约60万至100万人口的家园 相当于把整个阿拉斯加的人口 直接挤在两个街区里。 更具体一点来说 这里是一处平均15个家庭 共用一根水管 1440人共用一间厕所 而且每天仅供水三小时的地方。 大家可以想象 和1000多人共用一间厕所 是怎样的场景吗? 虽然在达拉维的生活很恐怖 但它还不是人类历史上 最拥挤的定居点 也不是IU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地区。 IU今天想要介绍的地区 位于香港是拥有黑暗之城 以及无政府之城称号的 九龙寨城。 听到这两个称号的时候 大家应该就知道 接下来IU要说的故事 有多么疯狂了。 不过在提及这两个称号 是怎么来的之前 先让IU简单地和介绍一下 这个地区的历史。 1840年至1842年 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之间 发生了一系列的军事冲突 是位第一次鸦片战争。 战争最后以清朝战败 签订南京条约告终。 当时中国因签订了南京条约 因此将香港的一部分 割让给了英国。 后来清朝政府 在1847年扩建了九龙寨城 而那里也成为了 最具战略价值的军事驻地。 后来在1860年 第二次的鸦片战争中 清朝政府又再次战败 不得不割让更多香港的土地给英国。 但清朝政府拒绝交出 九龙寨城一小部分土地。 最后在1898年 双方签署了《斩脱香港戒指》专条 将九龙界线街以北、 深圳和以南 以及附近于200个里岛的地区 租借给英国 期限为99年。 如果在清朝外交官的极力争取下 九龙寨城认归清朝政府所管辖 作为清朝官员的办公场所 地位等同于现代的大使馆。 后来英国政府在接管香港时 香港新界的一部分原居民 因为担心 各大氏族的风水 以及土地权益受损 因此决定反抗英国的接收行动 不过很快双方就和解了。 冲突爆发后 英国政府认为 这一切是清朝官员一手策划的 而这个行为 违反了《斩脱香港戒指》专条 因此英国政府直接派兵入侵寨城 将城内的官员军队全数驱赶。 后来清朝政府 不断向英国施压和抗议 明确重申拥有九龙寨城的主权。 英方在权衡利弊后 最终决定下令 英军撤出九龙寨城 如果即便夺回了 对九龙寨城的合法管辖权 清朝政府当时 已经没有足够的国力 来统治九龙寨城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由于九龙寨城 长期荒废无人居住 于是各地流浪汉与难民 便开始逐渐嵌入九龙寨城聚居。 1947年 英国政府试图驱逐 寨城中的2000多个非法居住者时 发生了一场 寨城居住者对港英政府不满的暴乱 英国驻广东的领事馆 被非法居住者纵火烧毁。 之后港英政府为了避免事态扩大 而妥协放弃了驱逐行动。 经历过上述种种情况后 九龙寨城就这样 逐渐成为一个三不管地带。 所谓三不管的意思就是 香港政府不管 英国政府不管 中国政府不管 这也是后来九龙寨城 被称为无政府之城的原因。 在三不管的历史背景下 九龙寨城出现了一种 独特的住屋形态 一栋栋非法建造的高楼拔地而起 各种木制住宅 被夹在砖和混凝土公寓之间 就像在玩叠叠乐游戏一样 越点越高 直到十四层为止 至于为什么只能到十四层 IU后面会跟大家提到的。 寨城当中的结构 极为复杂 内有纵横交错 二到三十条街巷 主要街道只有八条 而且每条小巷的宽度 只有0.9米到1.8米而已。 就像IU开头提到的那样 这座寨城的总面积 只有0.026平方公里 相当于四座足球场 但人们却在这微小的地方 建起了350栋楼 全盛时期 这里的人口数 甚至达到了5万。 这里IU额外帮大家 科普一点小知识 我们熟知的大城市纽约 其人口密度为 每平方公里 一万四百三十一人 而一开始提到的 达拉维贫民窟 其人口密度为 每平方公里 二十七万人 也就纽约人口密度的 二十六倍以上 而九龙寨城的人口密度 却是每平方公里 一百九十万人 也就是纽约人口密度的 一百八十二倍。 如果这个数据 让你有些难想象的话 那IU再举个具体点的例子 我们先假设 一个人住在将近 一百一十平方米的家里 舒适且自在地生活着 但后来 却突然在家了九个人 搬进来和你一起住 大家能想象那种拥挤感吗? 但这样还不够 我们放大来看 你的家只是这 十四层楼建筑中的 其中一间 而这栋建筑中的每一间家 都是和你一样的情况。 再放大来看 周围的350栋建筑 都是这样的情况 而且还挤在 只有四个足处长大的空间内 光是想想都有些窒息。 更令人震惊的 是这寨城里的离奇现象 要是你住在九龙寨城里 你就会发现这里 到处都是诊所招牌 不过他们基本上 都是没有任何执照的 牙医或医生 所以如果你想检查牙齿 那你只能随便进入一间诊所 去碰碰运气 最离谱的是 你进去的那间诊所 搞不好是哪个骗子 刚好在两个小时前 决定自己要当个牙医而开的。 除了到处都是诊所的招牌以外 你在九龙寨城 也会看到各种狗肉餐厅 这里的餐馆 常常会以狗肉 代替普通的食物 而且基本没有一间餐馆 是符合卫生规定的。 然后当你在九龙寨城里行走时 你得无时无刻带着一把伞 不然 你随时会被从天而降的惊喜砸中 因为这里是没有人管的状态 所以也不会有专人来收垃圾 于是不知道如何处理垃圾的居民 时不时就会把垃圾丢出窗外 或者直接丢到屋顶上。 而在九龙寨城里行的住宅 挡住了大部分阳光 因此这些小巷 几乎永远都是黑暗的。 老实说全世界只要有贫民窟的地方 就会成为罪恶的温床 九龙寨城自然也不例外。 加上九龙寨城是所谓的三不管地带 因此这里也成为了 各种不良分子的最佳落脚处 像是黑社会分子、皮条客、毒贩子之类的 都会聚集在这里。 当你越往寨城深处走时 你会越比警察更容易找到 贩卖鸦片的窝点 甚至还可以看到自由售卖海洛英的摊位 以及各种妓院。 顺带一提 要是你在这里遇上什么麻烦 拨打911还是999都是没用的 因为这里的主事者 就是居住在这里的黑社会。 其实香港政府也不是没试过改变 在上世纪70年代 他们曾派出三千多名警察 强行进入寨城 希望可以铲除寨城里的黑社会 但后来却遭到巨大的反弹 最后就演变成了 黑社会比警察更大的离奇现象。 在九龙寨城租房其实很便宜 每个人每个月只要支付35港币 也就是大约130台币 就能租到一间大约4平方米的小房间。 这样的小房间 在这里一共有几千间 全都挤在这350栋 违规建起的建筑内。 他们在建这些大楼或房间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得到任何专业建筑师 或者工程师的建议或指导下建的。 所以水管之类的东西 基本是不存在的 而底层到五楼之间 大多都是一些小型的金属加工厂。 虽然这些加工厂为这里的居民 提供了某种形式的就业机会和收入 但他们也大大加剧了 里面可怕的污染问题。 尽管寨城内部的街道 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黑暗的 这里还有一个地方是阳光可以照射到的 也是这座寨城 唯一一个能透进阳光的地方。 只要你将寨城放大来看 你就会发现中心有个庭院 是没有被建筑物遮盖的。 这里是居民们主要的社交聚会场所 不过就像艾佑刚刚提到的那样 寨城的居民动不动就爱往外丢垃圾 所以这里就算有阳光 它也只是让堆在这里的垃圾 更加显眼而已。 如果你可以无视那整大堆的垃圾 那么这里对你而言 就是一个可以很好观赏 飞机降落的地点。 因为你看 寨城离起的机场也就一公里远 在那里降落的飞机一定会飞过寨城 不过有好也有坏 近距离观看飞机降落是不错 但飞机产生的噪音 也会对你的耳朵造成一定的伤害。 原本的寨城只是建在 古城墙边界的一个营地 但随着地面空间的耗尽 和更多的人涌入 人们就开始在那些旧的建筑之上加工 建立起了一栋又一栋 紧紧挨着的建筑。 后来居民们意识到 超过14层的建筑 可能会与准备降落在 齐德机场的飞机相撞。 所以这就是他们后来 都没见超过14层建筑的原因。 虽然九龙寨城的生活 听起来特别黑暗又肮脏 而且充满着暴力 但有些曾居住在那里的老街坊表示 里面的黑社会分子都是很讲道义的 他们只会针对坏人 所以对他们来说 住在里面的人 和正常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只是过着 比较贫穷一点的生活而已。 不过就算你现在想要去 这个神奇的寨城体验生活也没办法了。 除非你有一台时光机 因为这个寨城 在1994年就完全被拆除了。 香港政府将原址改建为公园 也就是现今的九龙寨城公园。 虽然寨城现在已经被拆除 但幸亏那个年代 已经有了较为先进的照相机和录影机 因此人们才有机会 将这独特的建筑物以影像记录下来。 顺带一提 在寨城拆除之前 成龙主演的重案组 就曾经在这里取景。 不仅如此 九龙寨城的历史 让许多外国人都非常着迷 他们甚至特地飞过来 只为一探这座秘籍建筑的究竟。 其中日本电视台 就曾经为这座寨城 拍摄过纪录片。 如果你以为日本人 只是拍个纪录片 那你就错了。 他们之后还出了很多相关的书籍 甚至模仿了九龙寨城里的建筑 和室内设计 建造了一栋楼。 在日本川崎 有一栋名叫 Anata no Warehouse的建筑 它的外墙是如此的破败 与现代化的川崎街道 是如此的格格不入。 在研究了之前九龙寨城的影像资料后 设计师们开始不以一力地复制那座城。 建筑内部的装修 是委托了日本顶级的 造型技术内装公司进行改造 他们手工绘制了所有招牌和标志 并仔细在各种道具和场景上 添加铁锈、污垢和涂鸦。 里面的所有道具 也是从香港拎制 在委托熟人运来的。 甚至连其中的一些垃圾 也是原汁原味的香港进口。 这栋建筑是在2005年开业的 吸引了不少对九龙寨城有兴趣的人前去参观。 不过可惜的是 你现在就算去川崎 也没办法参观这栋神奇的建筑了。 因为它在2019年的11月就解业了。 你去过最拥挤的地方是哪里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